这不可能是鞭食三百之类的复仇行为 凶手不可能同时和这些人都有仇 凶手也不会是疯子 疯子不可能盗取所有尸体的大脑 探长 听说疑犯有业游症是真的吗 那是业师官说的 我们也不知道他有业游症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我们在外面埋伏 见他进去了 交死尸练操 而且咬死尸 真的吗 所以呢 我们就冲进去了 没想到他当场就被吓死了 那些死人拿哪儿去了呢 是啊 人脑袋拿去了 对于这件案子 凶手没留下任何的线索 连脚印纸膜都没留下 但是我可以肯定 凶手有盗取人脑袋癖好 算了 跳下去去撞了 这么高怎么跳啊 怎么样 还没出来吗 你看见了 我想他会饿死在里面 饿死在里面 很快 很快 等你长大了 爸爸带你去学跳舞 探长 烂车场有个堪庚的被杀了 他的脑子也不见了 快抓住他 哪来那么多老鼠 快抓住他 老鼠 哇 我看着老鼠 以前只是偷炼房里死吃的脑 现在呢 却发展到杀人取脑 一个接着一个 那个人就会变成巨人 要是分泌得太少 那个人其他部分和正常人一样 但是他的腿和背会特别的短 这就是我们常叫的侏儒 杀案 一个一名叫莉莉的妓女 跟她的保镖大口酥 被人发现倒闭房中 而且两个人的大脑不知所踪 在过去的四个星期里 这同一手法的凶杀案 你去郭定军家这么多次 有没有看见什么脑啊 仪器之类的东西啊 脑 嗯 嗯